桌上百滿在地零嘴 还配上乌龙茶 一旁还有国乐表演 这样道地的接待 是花莲斯大夫中 为了美国田纳西州的 女子中学所准备的 自己也有准备表演 像是国术 国乐 手语 一些比较能代表 我们学校跟我们文化的一些表演 然后跟他们做交流 想让他们体验的 不止道地台湾味 还有词记的人文风情 学生融入手语与肢体 带来一段美国学生们 熟悉的音乐剧 服务的那个同学呢 他还说他想要来台湾定居 然后想要去台湾 就是不同的地方去 一探究竟 跟着美国学生来交流的老师 王立功 这次更是特地安排回到花莲 期待孩子们能学习到不同文化 所以我要让他们来台湾 有这些经验 要读一些历史 读一些文化 我觉得学生都很高兴地 看着我们 虽然见面时间短暂 但词大夫中的学生 展现优异的英语会话能力 让双方都没有语言隔阂 也留下满满回忆 来新闻这下门之工 陈科目 花莲报道 去年语� 是个调佢的